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风云无际嘴唇如辱而动 同样以传音入密之数 对身旁那隐在黑袍中的人说道 因为我在你的身上 闻到了族人的血腥味 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这千万年时间内 一个个被称为天宗之才的人 看到那个空置的洞穴了吗 很可能他便是为你而定的 那人淡然道 你是谁 风云无际冷声说 我是谁重要吗 重要的是 你正在或是即将踏上的道路 你身为剑皇 如今杀戮比多因你而起 那人的声音直刺向风云无际心里 故知吗 九十吗 既知我的身份 为何还故作神秘 风云无际冷笑道 以传音入密回道 谈到我不来 我不做这剑皇 这太古便众人齐心吗 众人齐心 何力佩服魔族 欺辱族中的女子 嗯 大自在 不动散人 黑袍底下 正是那大自在散人 听到风云无际的反驳 大自在散人脸上 抄出了一下 露出痛苦的表情 这正是我为什么会在这里的原因 我有罪 我并不愿意这样 一切只是为了我族的安定 为我族民 暂时赢取时间 时间 风云无际冷笑 哼 能让我族的人口 比妖魔还多吗 比天堂天使 妖魔 还有那个我不知道详细的血族数量 加起来还多吗 亿万年前 能苟眼缠缠 难道是因为我族人数 比妖魔多吗 大自在散人叹息一声 这便是 为何圣殿对四语之争 一直采取淡漠态度的原因了 以圣殿的威望 若是出面 这太古情况 必然是另一番情况 但圣殿一直认为 只有通过杀戮的锤炼 方能在尽短的时间内 培养出一个新的至尊 以代替 四大至尊空缺之位 但却不知 杀戮的 乃是族人 便是自己 也不能原令自己 更谈和成为至尊 你竟知道这个道理 为何著作为孽 难道 你的手上 不是沾上了 自己族人的鲜血吗 风云无际恨声道 看着那女子死在眼前 你难道就能心安 大自在散人 却并没有回答 自顾自地说道 具体时间 不记得了 总之 应该是在 数千万年以前 刀玉玉主 和魔玉玉主 本是至交 知己 两人年轻时 都曾经经历 神魔战争 若非幸运 早已死去 所有在大战中 存活下来的人 只要是个人 便没有不思 振兴我族的 刀玉玉主 与魔玉玉主 各自认为 只有以强力 统一整个太古 将整个人族 归于治下 随后 同心同力 如此才能振兴 我族有望 在这个过程中 必有伤亡 但却是值得的 两个几乎是 相同的想法 但到最后 分别建立了 魔玉和刀玉之时 却出现了 鼎立的局面 两人谁也不让谁 都自认 只有自己 才能领导 整个族人 走向兴旺 人族的内斗 由此正式开始 如今 你建立了第五玉 情况 便更加复杂 在圣殿默许下 若是情况 再发展下去 便会整个发展成 我五玉之争 人族 还没有看到 出头之日 便在内斗 摔落了 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风云无忌问道 我希望 你能加入我们 改变这种状况 大自在散人 转过身来 抬起头 看着风云无忌 假如你们 你是指什么 莫非 你还隶属于某个势力 大自在散人 从黑袍底下 伸出一只手指来 指着指四周的黑袍人 这便是我们 大自在散人 说完这句话 四周一鸣鸣黑袍人 同时转过身来 看着风云无忌 虽然你手上 有不少族人鲜血 但你却带来了 百万的非生族人 你是我族的功臣 或许 这百万人之中 将来可能会诞生 一两个至尊吧 我们需要为他们赢得 成长的时间 风云无忌默然 在大自在散人的注视下 抬起头 却说了一番不相干的话 这是一场战争 不是游戏 战争从来不缺少伤亡 不管是内部 还是外部 你这是变相的拒绝吗 风云无忌沉默 转过头去 盘坐不语 我明白了 这次任务 我失败了 我知道 若非这里是北海轩辕丘 你会毫不猜疑的 出手杀我 事实上 对于那件事 我自己也无法原谅自己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也会给自己的良心 一个交代 虽然你拒绝加入我们 但我希望 你手中的剑 可以尽量地对着外人 说吧 大自在散人扶神而起 大步跨出 陛下 我有罪 大自在散人悲怆的声音传来 风云无忌心中突然感到一股不安 猛地想到了什么 转过身去 伸手 对着大自在散人的方向叫道 不 还是晚了 大自在散人 魁梧的身影 倒映在风云无忌的眼眸中 如一棵折断的大树 轰然倒下 许多年后 风云无忌依然时不时地回想起这一幅画面 大自在散人的身躯 总是一遍又一遍地 在风云无忌的脑海中倒下 倒下 是啊 我也有罪 风云无忌仰手向天 心中想到 去吧 大自在散人 我可以向你承诺 手中的剑 必定会向着妖魔递出道 这一日 风云无忌心神始终不定 大自在散人自觉前的话语 一一在耳边回响 风声乐发的大了 穿过人群 风云无忌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北海之盼 天空厚厚的云层被巨峰制动不休 地下无尽的北海似怒吼 似咆哮 巨浪经其百丈之高 只欲毁灭一切 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风云无忌便寻到一个伸出地面二十余丈斜斜的尖峰 身形一纵便跃落其上 面对着北海 盘膝坐下 惊涛派案 风云无忌心中也如那波涛般卷弄不止 尽管心中很希望他死 但当大自在散人自觉于面前时 风云无忌突然感到了无尽的茫然 哇 海水涌到风云无忌脚下不远处 又慢慢地退回去 一波又一波 恍然之间 风云无忌感觉到 这北海并不是想象中那么暴女 每一次拍击陆地 这北海都是有规律的 不知不觉中 风云无忌渐渐地入定了 神石在海水拍击的声音引导下 缓缓地从体内辐射出来 与那狂暴的北海之水融而为一 随着海水起伏 翻滚 神石伸进更深更远的大海深处 第150章 地级 风云无忌的神石越深越远 越深越远 渐渐地扩展着整个北海 在一种无私无欲的感觉中 风云无忌 无意识过了一种微妙和境界 整个与这狂暴的北海合而为一 北海便是他 他便是北海 心载随着海浪起伏不定 或舒展或狂暴 时而飞机百丈之高 时而轰然坠落 风云无忌感受到那北海浩瀚的力量 随着北海而波动 或俯高空或沉水底 当风云无忌的心神 深入北海中心时 赫然发觉 这北海中存在着一股 强大的外向狂暴能量 北海的肆虐 与这极度强大的能量 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法形容这能量有多浩瀚 风云无忌 只能大约地过激 便是将一万名凡人提升到地级高手 也不过才消耗这股能量的百分之一 北海存在了多少年 没人知道 但至少在北海不存在以前 还没有人类在这块大地上出现过 经过了无数岁月沧桑 北海的能量依然保存了如此庞大的强度 一股股微弱的能量 从这能量中心散发到整个北海 流入到各个角落 然而仅仅是这微不足道的能量 被天空的云层吸收 让阴云狂暴不安 卷动不止 滴滴的乌云 几乎与海面的激起数百丈巨浪相接 风云无际不断地伸展 从大海中 又沿着那一道道一散的能量 升上天空 一阵阵噼里啪啦的声音传来 神识感应之中 整个天空的乌云都充斥着狂暴的电能 一道道极细的闪电 在厚厚的云层里穿梭 风云无际的神识 便寻着闪电滑过的地方 一路扩散 扩展到整个天空 也不知过了多久 渐渐的 风云无际感觉与这天空又融为一体了 从天空俯瞰着大地 只感觉一股悲凉与苍茫 一股忧郁的感觉充斥心中 恍然之中 风云无际的心神 便在这天空与海洋之间徘徊 时而化身为北海 随着狂暴的海流 淹过一座座尖峰 拍随一块块完石 在海岸上拖出一条条沟壑 恍然之中 风云无际有了一丝明雾 这天地便是我 我便是这天地 竟是这天地的能量 自然也是我的能量 便可为我所用 一通百通 直如醍醐灌顶 风云无际突然顿悟 盘坐一余处 泥石尖峰的肉身 频频飞起 像是飞鸟般 投入那狂暴的风浪中 瞬间 被北海的浪涛吞没 北海咆哮了 一个又一个巨浪 腾起百丈之高 巨浪拍打在海面上 惊起无数水花 海面上一个又一个 巨大的漩涡 连空气也被漩涡 产生的巨大吸力 抽得发出乌乌声 而风云无际的肉身 便藏身了滔天的巨浪之中 周围虽然惊涛骇浪 但却没有一滴水花 见到风云无际身上 这却并不是真气隔绝作用 风云无际 根本没有运起一点真气 整个北海 渐渐在他的掌控之中 风云无际身体 被惊天巨浪遮盖 身形盘坐不动 一股股天地元气 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同时 本身神石也无尽的散发出去 上入苍穹 下探北海 轰隆 一道惊雷划过天空 雷光闪烁 北海上空突然暗了下来 云层压得更低了 几乎就要贴近海面 狂暴的北海更是变得 比之前狂暴了百倍不止 整个海面一个个巨浪 冲起千丈之高 然后重重地拍打在海面上 发出剧烈的声响 西行大乏 风云无际心中默语道 随后 锤放在西上的双手 突然张开 挟实向天 便在风云无际运气 西行大法之时 身下的海面 方圆数百米内 突然向下 天空 一道道粗大的巨浪 犬崖交错 北海上空 蕴含的巨量 天地元气 形成屡屡实质状的气流 投入到风云无际的体内 脚下 那引起北海暴虐的能量 一道道一缕缕地 穿过万丈深的海水 盘旋着 没入风云无际的身体百穴 化为一道道真气 在风云无际的体内流转 原本空荡荡的单穴内 真气渐渐地风营起来 水涨船高 在这满天狂涛骇浪 雷电四落的北海之中 一直盘坐的风云无际 突然渐渐抬起头 双眼慢慢张开 仰望着天空 汇集而来的天地元气 神石感觉四面八方 从海底涌入脚底涌泉穴 流入体内的状况 心中有什么东西 似乎变得清晰起来 正全力运转西星大法 突然一致 随后按着相反的方向 逆时针旋转起来 轰隆 一道千丈巨浪 从头顶披下 远在这巨浪之前 风云无际的身体 诡异地沉入到海面之下 一阵阵呼啸声 从北海上空传来 几名朝圣的黑衣人 无意中转过头 瞥了一眼 喃喃道 成地 天空 那厚厚的絮壮乌云 以风云无际下沉的地方中心 盘旋起来 随后一条条一缕缕的乌云 如章鱼触手般 成螺旋形 从空中落下 伸到海面上 在轰然声中被巨浪击散 但后方源源不断的云气 从空中没入 投入北海之中 咔嚓 天空实名实谅 一道道雷电 如珠网般 向四面八方延伸开去 紧接着 接二连三的赤红雷霆 从空中击落 将那腾起数百张的巨浪击碎 在北海数万丈深处 那团巨大的无形能量 汇集之处 风云无际远远地隔着数百张距离 盘坐于水下 双手虚身向那团巨大 蕴含着难以形容的能量中心 在风云无际与那团 介于实质与虚无之间的半径 与数千丈计的能量团之间 无数的蝉丝状能量 将风云无际与这能量球连接在一起 北明神功 风云无际心中喝道 浑身真气鼓道 丹田形成了一漩涡 不断地疯狂地吸纳着团 北海精华的能量 那功法路线被部分改变的 西星大法公爵 被他命名为北明神功 风云无际体内的真气不断地恢复 不断地增强 连续过了三十余天 风云无际的体内 直接早已经恢复到原本的水平 但依然在不停地吸纳着北海的精华 西星大法 只有在风云无际化身为魔石 才能发挥最大的实力 而且由善欺涉魔器 但被风云无际部分改变 用以吸收天地元气和他人真气时 正常状态的情况下 西星大法的威力不足魔化状态的一半 风云无际心神化入天地 感受天地运气之道而物 将西星大法部分行宫的路线改变 使着霸道魔宫 变得更加适合人神使用 威力虽急不上魔化状态 使出的西星大法威力 却也要比正常状态下 使用西星大法强过许多 风云无际的功力不断提升 三千万年功力 三千五百万年功力 四千万年功力 砰 风云无际只觉脑海中一声炸响 随后一股灼气从体内排出 头顶一道曲折的闪电劈下 穿过厚厚海水落在风云无际身上 而风云无际便在这一道雷电之力的拉扯下 如离旋之剑般 从北海之地冲出 直入云霄 意念剑体大法第五重天 剑地终于到达了 控制住中